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游 现在是美东时间10月18号星期日 欢迎收看今天的美国时录 昨天17号,在华盛顿及全美数百个城市 成千上万的示威者走上街头 举行妇女大游行 据悉,妇女大游行已经连续四年在全美举行 首次抗议活动 开始与川普总统2017年就职典礼的第二天 而今年的游行出现在距离大选只剩16天之际 其中令人关注的一个焦点是 参议院正在进行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巴瑞特的确认问题 昨天除了首都华盛顿之外 纽约、费城、克里夫兰、芝加哥等各大城市 都举办了相关游行活动 共约400多场游行 华盛顿的游行有1万多人获准参加 本次大游行的基调以反对川普和共和党为主 并抗议大法官提名 呼吁妇女选民参与投票 不少游行者举牌反对川普 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和进血搭档贺锦丽 在华盛顿有一位游行者说 川普就要下台了 他没得选择 这是我们的选择 我们会在11月3号把他投下去 国家妇女法律中心法提马表示 金斯伯格是美国基本权力的建筑师 巴瑞特会破坏我们的权力 他说他将破坏我们获得生殖健康服务的机会 丧失对气候变化的投票权 他甚至拒绝回答基本问题 这指的是巴瑞特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 并未正面回答民主党议员提出的多个 与宪法有关的基本问题 一边是抗议川普的妇女大游行 另一边却是来自好莱坞巨星 乔恩沃特对川普的大礼支持 据福克斯新闻报道 老牌隐星乔恩沃特上周五 分享了一条充满激情的视频 声称他会支持川普总统 并抨击了前副总统拜登 乔恩沃特是美国著名的演技派演员 是好莱坞巨星安利吉纳朱莉的父亲 曾出演过《谍中谍》 《古墓丽影》 《国家宝藏》 《珍珠港》等多部大片 曾获得过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 也曾获得过美国国家艺术勋章 他在推特上发布的这条两分钟的视频中 他声称左派的所有议程都是基于谎言 这位81岁的老演员 非常平静地表达了他的观点 他说拜登是魔鬼 川普必须赢 他是真实的 他会取回人民的信任 这些左派并不适合美国人民 这是一直以来最大的被掩盖的真相 他称拜登的计划是恢复前总统奥巴马的政策 他认为这会使美国变弱 他说我们不可以让这种事情再次发生 左派是骗人的 他们对美国人民撒谎 他们将人民强大的权力占为己用 并以此管制国家的经济 让我们祈求上帝摆脱这种恐怖 让我们在这自由的土地上点燃希望 将他带回他曾经骄傲的地方 在整个视频中 乔恩沃特谈到了信仰 他表示上帝将会战胜欺骗 他说我向你保证 耶稣摩西会坚持他们的立场 并要求所有人投票给真理 我们自由的土地会打破枷锁 这一定会发生 我上帝的孩子们 你唯一的希望是看到这种伟大 你们必须投票给美国总统川普 此外他还称川普是一个正直的人 他为美国人民和国家的利益而战斗 他在视频中并没有特别指出 他不认同拜登的哪些政策 但他称民主党将会用他们的谎言 来摧毁你和美国 最后他总结说 愿我们紧握上帝的真理火炬 为世界和平祈祷 为美国祈祷 在川普总统的2020年竞选上 让国旗飘扬起他的骄傲 好那么在这里呢 我要简单的说明一下 我们这个频道的节目宗旨 我们频道的新闻呢 力图将针对各个事件的 各方面的声音 都能够相对全面的传达出来 比如对于今年总统大选的信息 各大媒体的报道和评论 也都是各不相同 甚至有些是完全相悖 所以我们在选择新闻素材的时候 会尽量考虑到 对每一个事件的正反面的声音 当然我本人是一直秉承客观公正的态度 来传达真相 但这其中可能也会因为我自己的知识不足 而导致对有些内容的误读或误判 如果大家在节目中发现我的失误或不足 也请大家多多指证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或者批评 据华尔街日报和ABC报道 美国海军于16号发表声明称 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在加州海岸进行常规训练期间 有两名水兵在15号出现了新冠病毒的感染症状 经检测结果呈阳性反应 随后两人立即被送回岸上隔离治疗 此外军方已完成对舰上密切接触者的追踪 相关人员会在航母上接受隔离 而航母在未来数日则会如期返回港口 据悉罗斯福号航母载有4800名水兵 曾在今年3月份爆发上千人的集体感染事件 迫使航母缩短了在亚洲的部署 并在关岛停靠 一直待到5月底 而41岁的三级军事长萨克在罗斯福号被感染后 于4月在关岛海军医院去世 集体感染事件发生后 原舰长克罗泽被革职 原代理海军部长莫迪也引咎辞职 随后航母推行多项措施 规定水兵必须定期上下船 以及水兵在部署之前 需自我隔离14天后方能登舰 登舰后也要接受定期检查 在海上航行期间 航母只准在5个被定为安全港的地方停靠 据海军官员表示 新的防疫措施将有助于防止航母出现第二次疫情 本次确诊的两名水兵 是因为需要在几天内进行多项短期训练 所以没有实行自我隔离14天 此外根据美国国防部数据显示 美国军方共有超过5万例新冠病例 其中陆军占到约1.9万宗 海军陆战队占到6200多宗 空军占到近8000宗 而海军累计有1万多名水兵感染新冠肺炎 其中93%已经康复 近日苹果新出的iPhone 12系列手机 成为手机市场的最大热点 这是苹果推出的首款支持5G的手机 其中iPhone 12和12 Pro 于16号晚上8点正式在中国开卖 虽然很多人批评新款iPhone创新不多 而且价格却依然高昂 但对于中国用户 iPhone仍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 据相关媒体指出 苹果的中国官方网站 在当天晚上8点20 几乎已经无法登入 有网民留言说 到可以登入时网站已显示缺货 此外各大电商平台上的 苹果官方旗舰店 各种型号的iPhone 12也是瞬间被抢光 京东苹果旗舰店 在上周四15号就开放预约iPhone 12 结果在一天内 预约量就超过了100万个 其中iPhone 12的预约量最高 有超过82万人 排第二的是iPhone 12 Pro 预约量约44万人 据纽约当地媒体报道 在昨天17号 纽约州长葛默 在疫情发布会上表示 在纽约布鲁克林的威廉斯堡 本来有一场1万多人的婚礼将要举行 纽约州政府得知消息后 立刻下令取消了婚礼 据克罗兰郡警长办公室表示 这场婚礼本来计划在19号举办 目前已经通知婚礼举办者 把婚礼移到了非疫情热点区域举办 葛默说 我们得到消息后 立即展开调查 结果发现 这场婚礼的参加人数太多 而且这违反了人群聚集的防疫规定 据悉在16号晚上 纽约州卫生厅厅长 祖克签发了一项命令 勒令婚礼举办者停止举办婚礼 州长高级顾问表示 到目前为止 没有收到婚礼举办者的回应 据了解 婚礼举办者可以要求举办听证会 让纽约州卫生厅厅长组客参加 就婚礼的举办问题进行协商 葛默在发布会上开玩笑的说 你们可以结婚 但在当下疫情期间 你们不能举办超过1万人的婚礼 你们缩减一下婚礼人数 结果也会一样欢乐 还可以省钱 好 那么在节目最后 我想跟大家宣布一个消息 从明天开始 我将取消在国内的某条平台 发布美国时录这个节目 虽然国内也有很多网友 每天一早都在等待我的节目 有时候发晚了 还会私信催我 但是由于这个平台 对于个人发布时政类节目 管控实在是太严 近十天以来 我每天上传的视频 都会被限制发布 其中的理由是 视频多少多少秒处 疑似含有实证内容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 不建议个人上传相关内容 之前每次收到这样的提示之后 我要不就是将平台提示 违规的部分剪掉 然后重新上传 或者是在后台进行人工申诉 刚开始申诉一般都能通过 但是最近越来越严 有时候申诉也无法通过 其实我早就已经感受到 像我这样体质万人式的新闻节目 早已不被平台看好 从平台的推荐程度来看 也显得越来越不友好 之前我还一直在纠结 要不要停止 毕竟有那么多的网友在观看 即便在没有什么推荐的情况下 每天依然还有两三千的主动观看量 但是后来我仔细考虑了一下 照此下去 这个频道最终肯定会走向灭亡 而这个平台上的频道 经过我一年多的努力经营 现在已经达到了将近十万的订阅量 要是被关闭了 也觉得挺可惜的 毕竟这里面投入了我很多心血 更重要的是 我母亲每天都会看我的节目 因为这样她可以天天看到她的儿子 所以出于多方面的考量 我决定这个频道 还是回归Vlog的风格 但非常遗憾的是 从明天开始 美国时录这个节目 将在国内所有平台正式停播 以后我们的美国时录 只会在YouTube上发布 国内的朋友 我们也只能够吃喝玩乐了 最后在这里 我要对所有支持过我频道的网友们致谢 感谢你们几个月来 对我节目的大力关注与支持 最后我不知道这期节目 能否还能够顺利的发布出去 或许它也可能会成为一个 永远都无法被我所感谢的网友看到的视频 但是不管怎么样 不管大家能否看到 谢意还是要一样表达 好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 今天的美国疫情 截至2020年10月18号上午11点 全美确诊人数 8268,577例 死亡223,389人 今天新增的确诊人数是 55,636例 死亡688人 纽约州今天新增1740例 死亡10人 加州新增2047例 死亡33人 新泽西州新增866例 死亡1人 休斯顿新增136例 死亡8人 芝加哥新增1575例 死亡11人 长岛纳苏郡新增117例 死亡0 长岛苏福克郡新增126例 死亡0 好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关注我的频道 也欢迎大家转发留言和点赞 我们明天再见 幕志愿者 land 125 stove